2023旅遊語款待科MC第九題 以下那項機艙服務 遊語就是機艙服務 飛機入面 並非為嬰兒兒同乘客而設的設施 這題應該就是筆記的第十八頁 筆記第十八頁說回 百旅個別遊客的特殊要求 我們分了航空公司和酒店 看回嬰兒旅客 航空公司是嬰兒的用品 包括嬰兒遙嵐、尿布、嬰兒食品 亦可以找安排人手幫你協助 幫忙攜同嬰兒的旅客盜景 看回答案 現在問一下 並非沒有這個服務 提供嬰兒遙嵐 這裡說了是有的 第2B 出租嬰兒車的服務 好像跟嬰兒有關 想清楚了 嬰兒車 嬰兒車來說 整理來說 挺大的 如果你租這輛車的話 就會完全阻塞了機艙內 很窄的通道 雖然設備好像是給嬰兒 其實是不會有嬰兒車出租的 C 贈送兒童玩具 這個也會有的 通常是跟兒童飛機餐內送給你的 或者是可以預訂嬰兒食品 留下是預訂的 預早說定都可以的 它會盡量幫你安排 所以這題並非的設施就是B 但是想清楚就是 當時的情況 實際情況 機艙很窄 所以不能夠推到車 所以這個服務 好像可以 其實是不行的 同學就誤會了 可能當這個 輪椅 給高齡 藥倫人士 那些輪椅的服務 這個有一隻 但是嬰兒車是沒有的